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铁凯明魂对于小龙的控制 通过兵线 通过运营拿下了第一场比赛 对 第一场比赛的话 达到最后应该是FUN PLUS出现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失误 那在下一场比赛开始之前 咱们还是有一些口播要跟大家做汇报 那就是首先英雄联盟电视台L LIVE换星上线 超人气主播入驻 全天候游戏直播不间断 赛事直播体验生机 赛事竞赛边看边玩 选手服务一键配置 持续关注游戏客户端掌门L LIVE改版 敬请期待 精彩直播一手掌握 同时大家还可以关注掌声英雄联盟的盟友圈 游戏大神的聚集地 参与LPL话题互动赢取海量QB 还可以通过盟友圈参与粉丝心愿单 互动的话题让职业选手帮你们实现愿望 同时大家还可以关注英雄联盟赛事的微博 LL赛事内容一网打进 此外还可以关注英雄联盟在Bilibili和快手中的官方账号 获取更多的精彩资讯 最后大家还可以关注英雄联盟周边商城 搜索更多的精彩周边 更有同款的选手对付 快来支持你所喜欢的战队 扫描奥尔玛即可立刻购买 咱们赶紧是回到今天的这场比赛 今天比赛确实是比较晚了 FUN PLUS对阵SS 咱们接着刚才的话题聊四个号令之旗 我感觉这四个一出 会令FUN PLUS觉得 我出一两个感觉也对抗不了 对 我干脆不出了 干脆不出了 就是跟你打一个英雄上的伤害 跟你打一波团 这个我是觉得在打团方面 FUN PLUS已经做到很好 对 而且他们在对抗对方 有四个号令之旗的情况下 他们处理其实做得也很不错 而且成功地让自己的 吸血鬼拖到了后期 而且在最后一波 刚有提过在大龙处的团战的时候 其实已经能够看到Snake 他们的阵容 对吸血鬼的威胁已经很小了 没错 其实包括在中期 四个号令之旗出现威力的时候 甚至咱们会感觉 感觉Snake丢号令之旗 丢得稍微有点随意 没有把四个号令之旗的威力 发挥到最大化 也是跟他们在那个时间点 正面开不起团战有关系 而且那个时间点 他们的一个上场MVP 圣枪哥是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有肉的 对 他的一个装备情况 当时他应该是一个号令之旗 加上一个皇冠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对 然后因为在优子所说了 没有很肉的情况下 在正面团战中 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去坦住对手 这么多英雄的一个输出 所以也令Snake在中期 主动做推进的时候 只能依赖号令之旗的牵扯 而不能以号令之旗为合金 做出五名英雄的强势的强腿 对 那马上开始 他们的下一场比赛 我们刚刚导播也告诉我们 下场比赛 Snake他们依旧是一个红色方 双方的人员 也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动 就是说Snake主动选 边选了红色方 对 Snake主动选择了红色方 我感觉 因为他们上场红色方赢了嘛 这一场BP其实对他们来说压力不太大 是 上场比赛的话 其实整体看下来 对他们威胁最大的两个点 就可能是双AP的一个发挥 那上场比赛下路的话 本身 线上自己取得优势之后的话 就可以让Snake主的一个成型期 往后拖了很久 是 那中路的话 他们也是依靠 我不跟你打正面 我就一个铁男 加上奥拉夫疯狂发育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是让一个强势的中野 赵信家主义 毫无办法拿他们 对 奥拉夫我记得好像在10分钟 已经补刀达到100多个 他的补刀一直在30分钟之前 都是超过了时间的 对 然后自己中单的这个竞数大师 或者说铁凯铭魂 一直就是把兵线 不停地去让给奥拉夫 对 咱们看到双方的选手 再度入场 迎接他们这场 BO3的第二场对决 上一场比赛 在最后围攻水晶 包括去争夺梅亚塔的时候 圣翔哥的那个TP 也是引爆了全场 那个TP真的 如果他不是 炼金这个英雄 如果是其他的 稍微有一点攻击型的上单 其实那个基地就已经爆掉了 没错 而且他关键时候也是 强行把梅亚塔给拆掉 才打断了 以梅亚塔作为基石的那个TP 是 所以说如果 咱们换个思路来讲 TP如果TP到那个 血量比较多的梅亚塔 可能会好一些 至少可能会保住一根门亚塔 但因为最后一波 FUN PLUS的一个致命事物 也是让他们在上一场比赛 最后一波面对对方 五元大将的推进 没有任何的办法 是 也是希望FUN PLUS的小伙子们 尽快地能够调整一下 自己的心态 不要被上一场比赛的 失误给扰乱了自己的一个心智 对 对 尤其是自己远道而来 远道重庆而来 打自己夏季赛第一场比赛 其实对于FUN PLUS来说 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了 怎么还是要把掌声送给 这支今年刚刚进入F条的队伍 所以来说这场比赛 其实对于FUN PLUS来说 我觉得至少教练组 在场间休息的时候 要跟队员讨论 或者说队伍要做调整的点 就很多 就比如说号令之旗 这个点 我怎么去应对 因为SS下一场比赛 不出意外 可能还是要走这个套路 但你如果继续的话 可能在下场比赛的时候 他们在小兵去之旗 这个点上 就会稍微地留得多一点 对 因为咱们还记得 当Snake上一场比赛 三个号令之旗在手的时候 小兵去之旗 只剩下上单的一个了 其他点全部用完 已经用完了 对 在前期的抢线中 用得太频繁 太奢侈了 那因为上一场比赛 吃了这个号令之旗的亏 我觉得这场比赛 如果Snake他们依旧 选出这种凶贵阵容 而且没有那种 像比如牙手这种强行 要打伤害的英雄的情况下 他们应该会把小兵 去之旗留得稍微多一点 对 上一场比赛 在BP方面来说 FUN PLUS一开始 我觉得也做得蛮不错的 对 翻掉两个很强势的一个打眼 对 翻掉了一打师和梦眼 就是针对到SOFUN这个点 不想SS以SOFUN为核心 直接建立起来 但是SOFUN这手奥拉夫 怎么说呢 上一场奥拉夫 也不算是非常的carry 前期也吃了很多的经济 但是也并不是完全 以SOFUN为核心 帮助自己的队友打开 上一场比赛可以说 Snake他们能够赢下比赛 现在是五个人的一个团队 对游戏的理解 才能够赢下比赛的 对 看下下场比赛的一个BP 因为FUN PLUS之前输了一局 所以是不是依旧要在蓝层方 搬掉一打师和梦眼 如果这两名英雄放出来 SOFUN很有可能去选 然后会打得更加的激进强势的 对 这两名英雄的确在现在这个版本 有点独流的存在 是啊 那继续在一个红色 放个Snake的话 在英雄的选择上 还是不会有改变 方普拉斯先扮铁凯铭魂 上一场比赛被铁蓝 应该是控住了四条龙 虽然说四条龙都没有对中一塔 很快的一个推进 但是至少会令方普拉斯很头疼 他必须要有一个人以上 在中路去守线 对 第二手扮掉了洛手 另一边Snake是扮掉了鹿鹿 洛手铁凯铭魂 都是上一场比赛 Snake的登场英雄 Snake的话在第二场的选择上 既然上一场比赛 比较一些亮眼的英雄都被扳掉 那我觉得这个版本 你英雄真的是扳不完的 扳不完 真的扳不完 这样的话像南枪 像梦魇这种比较强势的打野 还是放出来了 上一场比赛 方普拉斯是先抢牛头 在蓝色帮一抢的 牛头确实在Crisp的手中 也是变得非常的重要 继续要一抢牛头 对 他前三次干客都是收获到了人头 或者是助攻的 前期本身一个下路对线烈士的情况下 也是依靠他一个牛头的游走 把自己整个队伍的一个局面 能够盘活起来 所以这名这个英雄在这个选手手下 先蓝色帮一抢没有毛病 血鬼叫南枪 这不出意外 锅锅锡血鬼走下 然后是吧 锅锅锡血鬼走下 有可能是这个路线了 对 然后的话 觉得有可能会出双辅助 因为易大师被扳了嘛 所以像宝石南枪 也是一个不错的双人组合 上一场比赛就是那种双辅助的一个套路 对 方波拉斯阵容不变 依旧是牛头赵姓 第三选他们上一场是左一 快乐风男 快乐风男 要快乐起来了 快乐起来了 而且这场快乐风男 不一定的 有可能走下路 宝石 刚才提到了宝石南枪 不错的组合的 对 南枪的异技能 在宝石的炫光的这个过程中 是可以调整炫光的这个角度和位置的 双方的前面三首英雄都已经确定了 Snake他们是在第二场比赛的时候 抢掉了吸血鬼 然后拿到了三场比赛 被扳掉了南枪 其实这首方波拉斯的亚索拿出来 如果说吸血鬼走下的话 他亚索也走下 对抗一个吸血鬼还真的不错 对 但是Snake他们是有嗅到这个感觉 直接把左一扳掉了 那方波拉斯他们也看到了 在Snake和第三手拿掉宝石的情况下 很大很大的一个情况 是要选一个双辅助的 双功能性辅助 按一手布隆 另一边Snake继续搬强势型的中单 把左一蛇女纷纷搬掉 对 那最后一个甲克斯 嗯 看一下Snake 搬甲克斯这个点 哦 其实我不是很很懂 搬甲克斯这个点 嗯 因为本身Snake他们是这种选出来的话 双C然后搭配双辅助 上路一定是一个肉开团型的英雄 是 甲克斯这个英雄是单代型的 他现在双辅助一个圣一个宝石 选出来以后 嗯 南枪和吸血鬼 这两个英雄 像柚子觉得 是不是还是差点伤害 现在上代是不是还要 就是补伤害性的轮动 你说Snake吗 对Snake 我觉得这个伤害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但是他们害怕 其实我觉得这个阵容 方克斯他们可以拿 那种后期厉害的英雄 比如EZ 中后期厉害的EZ 然后上路再拿一手萌多 嗯 我觉得这两个英雄 是可以成功地把整个场上的局面 拖起来的 哦 而且拖到后期 我并不害怕你的一个证面 因为你吸血鬼加南枪 这两个英雄是持续伤害 嗯 在面对萌多的时候 你没有任何的办法 是 反而如右所说 这边的伤害是差不多的 所以补了一手功能性的上单 奥恩 而另一边 刚才也是引发了 全场观众们欢呼啊 龙王奥瑞利安索尔登场 对 那这场比赛 方克斯他们是下路 雅索加牛头打野的 一个肇性上单 是一个炼金 中单的话 最后一手拿了一手牛头 哦 那个龙王 龙王 其实我觉得方克斯 他们在最后一手 搬人的时候 这个甲克斯 如果稍微地换一下 搬掉一个开团型的上单 会对他们的一个阵容 在中后期有一个保障 对 这个甲克斯般的 或者说他们会觉得 我放出奥恩 然后我拿炼金去应对 这可能是他们的想法 包括奥恩 因为是最后一手 Snake出的嘛 然后方法在这边 炼金先选 我就先把炼金晾在这里 然后你奥恩即时选出来 也是强行舞台 因为Snake他们的阵容 已经就明确地告诉你了 我既然第三手 选择一个宝石 然后在之后的话 哪一手呢 就前面三手就已经告诉你 我肯定是要打一个双辅助 是的 现在从这个分路上来看 郭郭是操作吸血鬼 然后但是等会儿的 这个在场上的分路 肯定会有变化 郭郭不出意外 应该是要走在下路 跟自己的圣一起 让Metro的宝石去中路 辅助自己的打野南墙 对 我觉得这场比赛 方法是他们如果 拿亚索去中路的话 会让Snake很难受 因为你中路 亚索在面对对方 是南枪的时候 你并不怕 因为南枪它造成伤害的距离 是亚索它可以 用异技能去规避的 但吸血鬼就不一样了 吸血鬼在线上打亚索 是没有什么太大一个压力的 对 是 那这场比赛 双方阵容已经敲定 要看一下 因为这场比赛 SS这边也有做调整 至少风男这个选择 我觉得也还OK 在下路看一下 配合牛头 前期先稳一稳发育 然后在六级 配合着队友 配合牛头的一个击飞 看看能不能打出 一炮不错的combo 这是方普拉斯 他们的想法 而另一边依旧是以Sofen 作为早期的一个核心 宝石去帮助它 去辅助它 还是依旧是让Sofen的南枪 去不停地吃冰 吃线 吃野怪 宝石承担一个功能性的作用 就可以了 这场比赛 猜一下这场比赛 到底是宝石在下路呢 还是宝石在中路 我觉得是中路 因为宝石加南枪这个组合 是能配合到一起的 对 剩的话其实也比较万能打 好的 这场比赛双方阵容敲的一场 咱们一起跟随的GLA SUV 一起伪造英雄 进入这场重庆Snake主场的 召唤师峡谷 好了 感谢双方粉丝观众的加油助威啊 方克拉斯自己的上单 呃 这场比赛是跟 呃 之前的 SS上单是有一个 位置的一个调换 上一场比赛是由圣江哥 操刀炼金的 这场比赛的话 圣江哥是用来 用上一场对手的奥恩 对 来打自己的一个炼金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基石复恩 吸血鬼的话是带了一个电刑 嗯 有点少见 因为现在感觉 会增加一个爆发 对 他在下落 五一下前期的伤害吧 但很多的吸血鬼 可能会带一个掠食者 让南枪一个人开 也是南枪打野的一个特性 对 两边的打野都是 下半区的一个buff开 看一下 两击红buff的赵姓 端草头是有想法的 吸血鬼一级是保证 没有血池的 赵姓直接突出来了 直接交完之后的话 是直接击杀掉的血鬼 但血鬼他没有交任何双方式技能 嗯 然后他有tp 就是可以稍微的化解一下 只让对方拿下人头 自己在经验还有一个补兵上 并不会亏太多 是 牛头人R是交了双招 帮助自己的队友击杀的 对 保持 圣武之盾出门 但是男强并没有理他过来吃圣武之盾 还是加快自己前期的一个刷野节奏 好 要继续了 4包2 4包2 先是蝴蝶塔下嘲讽住 先秒对一个双方打了一波一换一 这一波打完再次把吸血鬼击杀之后 吸血鬼是没有tp了 那这一波陷的话 他可能 三四分钟的时候 就可能还是一个一级的情况 对 还要从家里跑下去 不过方普拉斯也是下血本 这一波又是把 无状态的双招给打完了 对 而这个时候宝石南枪 看一下会不会 就是入侵到方普拉斯的野区 因为这两个人 其实是一直无加利发育的 先是抢下核刀迅接线 赵姓这个时候 因为下路干客的缘故 也是三级 而 牛头 牛头过来掩护 真的很心细啊 他是觉得有可能过来入侵 是 哇 这么好的辅助 哪找去 可以看到 上路在一个对线情况下 现在的一个血量是 星南枪这边比较高于对方的 嗯 这怎么牛头 走过来还能 要打吗 我觉得这一波打的话 打不过啊 那还好 亚索也过来了 亚索过来了 那亚索这个位置数的话 也是让 嗯 斯内克没有想到 对 一个闪现 如果亚索过来的话 其实斯内克完全不怕 而刚才宝石的炫光 肯定是在毒CD的 因为宝石的炫光 是需要自己不停地普攻 才能去 需要自己放过技能之后的 不停地普攻 才能减少CD的 而刚才他的炫光 是用于帮助南枪去抢野怪了 对 现在南枪开始中路 快乐地持兵发育 南枪普刀34刀 宝石就给他让一让 这场比赛的话 双方这个阵容情况 其实如果真的让 斯内克 这个打野就这么 没有任何压力的发育下去的话 在中后期的时候 特别是中期的时候 方普拉斯他们这个阵容 没有什么爆发 他们可能面对南枪进场 加宝石的大招 加圣的大招 他们没有办法去解决 然后歇轨的话 他的自保能力很强 他下路 我居然前击被你强行地抓了这么多次 我只要再不犯比较关键的失误 我有血池 你是没有办法击杀我的 这波吸血鬼 又是因为自己前两波死亡 都没有交闪现了 闪现捏在手里 这波又是救了自己一命 是 这两场比赛 克里斯普的牛头确实厉害 第一场比赛不停地游走 第二场比赛 又是保护自己照星的野区 又是中路去化解干渴 对 又下路配合打野进行一个击杀 对 哪里都有他 第一条小龙是火龙 这样的话双方前期的碰撞 恐怕又要上一个等级 这是中路给到了一个打野的信息 知道对方的一个中野回城了 直接来入侵对方的一个三囊抢掉 而且牛头这个时候也赶得过来 因为下路现在已经没有压力了 还要反掉一个蛤蟆 对 这样的话下半区的三片野区 已经被FPX反掉两组了 这个对男枪来说的话很伤 但还好的话 中路的资源是全部要给他的 对 中路吃线 南疆配上宝石的圣物之盾 其实清线还是比较快的 上路6级打6级 选择一个回城 血量已经不多了 这次的圣物之盾如佑所说 确实FPX感觉比较流的 你看上路现在还有5个在手 这个版本的圣物之盾的使用时间 也是有改动的 之前是155秒可以用 现在是改成了240秒 对 但其实双方这场比赛的一个阵容情况的话 我觉得并不会出太多的一个棋子 真的不会出太多的棋子 因为本身的话还是比较吃装备吃伤害的 对 本身如果伤害就不足的情况下 除非你出棋子就是玩运营玩到底 要不然就是得增加自己的伤害输出了 这个时候炼金在小地图上已经断线到高地塔和二塔之间了 中路的话现在就算你把线推过去 方plus他们的中单是一个龙王推线速度很快也不害怕 对 而且你本身一个南枪加上 这边牛头距离有一点不够 但是还在塔下强起W2连起南枪 伤害有点不够 因为本身龙王是一个持平的伤害 对 而且那一手宝石的炫光是并没有能够晕住龙王 对 如果能晕住龙王的话两个人瞬间反打还是可以的 当然还想提到了一点 之所以这个炼金感现在已经带到了高地塔和二塔之间 也是因为Snake他们的一个中路还有打野 这两个英雄没有什么控制 嗯 拦不住他 都不稳 而且伤害不够拦不住他 对 他一跑起来 基本上你看他有大招 你都对他没有任何的想法 下落 这一盘的一个亚索已经两个人头在手 而且发育啊 非常的良好 当然了 这个说到比发育 肯定谁都没有男枪良好 对 上场比赛全场发育最好的应该也是 Sofor的一个打野奥拉夫 这场比赛7分多钟 刚刚8分钟80刀 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 圣武之盾 自己队友圣武之盾给到的 击杀小兵也是会算在自己的 自己的那个补兵数上 对 所以他现在84刀就是84 不会再加圣武之盾了 对 他们现在的话还是需要一个 snake 特别是snake 他们需要一个 比较长期间的一个发育 嗯 因为他们输出点就吸血鬼和男枪 对 其他的全是功能 全是辅助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根本就不害怕和对方拖后期 嗯 因为龙王这个英雄在后期的输出还有压锁 这两个英雄的输出不稳定 嗯 相比起来的话 吸血鬼这边的输出就要稳定得多了 但是会不会有一点忧子 就是FPX如果在后期的时候 他们的输出点比较多 会不会成为他们胜算的一个重要砝码呢 他们现在还是需要把节奏给带起来 嗯 先看这波带节奏 已经开始一个联动了 造型之后一级都是一到一个哈曼 没有一到蝴蝶 蝴蝶半血的情况下还要强行跑 已经被雅锁盯上 这波还是要被收割 最后由雅锁砍下大刹特杀 三个人头 但我们可以看到 就算你中路和打野这么明显的一个下路四包二 嗯 然后snake 他们的中路和打野是丝毫不为所动 我就安心发育我的 就世界与我不关 我就打钱 是 现在的话对snake其他三路 下路和上路队友来说的话 是一个非常艰难度过的事情 是 需要他们想办法去把事业给稍微地做一下 然后来防止对方的这样的一个干坑 对 就可能出于snake中野的考虑吧 就是现在即使中野如果去下 帮助自己的队友接战的话 恐怕这面对方也不好当 所以他们现在 诶 赵兴这边是在南昌的脸上 赵兴是没有闪现的 但人头最后一下是被宝石A死了 对 宝石在用过技能之后 他那两下普攻是很成功的 开大 开大 中路 直接撞起来 但后续因为已经把控制这些人丢过了 对 看一下雅索是一丝血 最后还是被吸血鬼一个波单杀 拿到了500块 大人头 这一波是怎么单杀的 应该是亚索有点浪 等会可以看一下回放 对 因为吸血鬼这种没有太多控制的英雄 遇到一个灵活的亚索 应该是还是 而且刚刚可以看一下吸血鬼的装备 他现在这个装备 他能够单杀这样一个装备的亚索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亚索刚刚没有回家了 比较浪 是被火火找到了 对 QG人虽然被亚索挡住 但是还是一个一闪 嗯 然后被 他后续流头 他还敢大回来 哇 这一波确实 可能会觉得自己大招 因为可以刷新亚索的这个 被动 对 可能还是想再秀一下 但是吸血鬼现在爆发还是有点的 那这一波也是让吸血鬼 从一个下路崩盘的情况 成功地叙了一下命 对 直接500块进账啊 这个还是一大扣的 经济也直接差不多持平了 对 李美翔这把也是打开心了吧 自己前期三个人头进账 现在亚索确实装备也很好 但是攻速鞋再加绿叉 南枪直接贴脸无状态 宝石给他开大 这波是想跃塔的一个节奏 我们反手冲了一个大招 把南枪给打开 同时推出过来掩护 肇心也过来了 但他们没有考虑到 对方是有剩的 剩一个大招直接落下 可以看到是打不出任何伤害的 肇心直接被剩拿到这个人头 而且中路的这一波兵的话 看一下方普拉斯 武装他已经没有什么蓝了 一过去配合一个闪现 宝石将南枪的一个控制 打出了龙王的一个秒表 后续再次让剩拿到人头 同时这个防御塔 配合着这一波大炮车 也是可以做推进的 三个人撤了 因为旁边来了一个金贡 跑得飞起 保持这个炫光 被金贡所扭掉 背回来一个最肥的南枪 南枪一丝险 一枪而上 交闪现去跟 扫粉这一波逃不了了 他没有闪现 刚才闪现用作击杀龙王去了 对 那这一波双方也是打了一个人头的一换二 但总体来说的话 还是SNAKE要赚一点 嗯 不过这波金贡的一个很远距离的支援 还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再看一下刚才应该是 中路的这波月塔的回放 赵兴加上龙王 再加上牛头 第一波很猛 但是 被套了一个虚弱 对 再加上一个大招下来 而龙王在这个时间节点 他的输出还是比较疲软的 对 想靠自己的 看这波一个闪现 配合眩光 打出 我说他有一个秒表 对 看一下镜头切回来之时 又是赵兴倒在了SS的野区 牛头震起来两个人 配合雅索的一波狂风崛西斩的进场 也斩掉了一波吸血鬼 看看配合自己的队友 招粉还在战场中心毅力 再一枪 转身收掉了雅索 被两个人所盯上 金贡 跑得飞起 最后是被龙王所收掉 龙王远距离一个大招 再配合Q技能 逼出了宝石的一波闪现 双方打了一波三换二 哇 野区的一波血拼啊 而且这两波团战的话 方PLUS之所以能够稍微的不那么亏 也是建立在炼金一直在帮其他路的一个选择 是 炼金这几波支援还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 你刚才南枪他这个宠人门被动刷起来 已经有点一离不早的感觉了 是 刚刚画面转造的时候 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就是照片已经死了 对 我刚才在想为什么西游给不W的时候 是能够看到这一波回放 西游给他在杀赵姓的时候 已经把W用过了 嗯 确实属在自主CD的状态 而如果不是这个炼金啊 这个南枪 他是可以 可以走的 对 金贡关键的一波中路 一波下半野区的支援 都至关重要 而圣翔哥这一盘的第一件 依旧是选择了浩灵之旗 先 你既然喜欢支援 我先用这个浩灵之旗牵制住你 对 但现在医学塔已经没有了 早就没有了 被方普拉斯拿到 对 就是下路的那波医学塔 14分钟 双方的经济接近一个持平的状态 但是SOFT这个点啊 还是方普拉斯 需要不停地提防的 是 有一个爆破果实 剩这波嘲讽 先是中到牛头身上 牛头身上的大招 应该也是用掉了 直接非常果断一个大招 但至少现在可以看见方普拉斯 在这个时间节点 已经可以比较勇敢地 去出入在SS的一个野区了 因为他知道SS 他们的输出点位比较少 只要你第一时间跟不上输出 我的人员就会比较的安全 对 而且炼金的话 打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 任何人想要去干渴他的一个意图 嗯 他可以肆无忌惮地把线 疯狂地带完线之后 阅兵带 然后再继续去支援到自己的一个队友 而且他这种带线的话 如果奥恩来骚扰他 不来骚扰他的话 奥恩这个耗灵志祺丢不出去 对 他需要自己的兵线 然后如果去骚扰这个炼金的话 自己恐怕塔下又要掉兵 这波看到炼金的话 还在带线而下路 已经四个人 把这个亚索逼出一个闪现 还是一个封墙 加一个Q战 但是打不出伤害 因为已经被虚弱了 是的 秀不起来了这波 四个人找他 这波SS 应该会考虑拿这条火龙的吧 这条火龙 可能也是因为中路一波兵线要推过来了 中 蓝色方的中也在中路 所以是分造粉过来去守线 火龙暂不考虑 不急 而且下路歇轨也在带线 那把线带完之后 应该会四个人集合来推 再加上 圣枪哥的TP 应该是快差一点点 这波赵信在上半区 所以这条火龙 应该是红色方要拿下来了 方法子是选择要拿霞鼓先锋吗 霞鼓先锋赵信动了一下 把霞鼓先锋给惊醒 但是没敢继续打 那火龙由南枪成功地拿下 十一级的南枪 下边龙王分线到下路去接手 吸血鬼推过来这波兵线 霞鼓先锋刚才赵信是放弃了 没有去做互换的 因为他们打的时间点已经有点晚了 是看到SS有动小龙的想法才去尝试互换的 191刀的南枪 全场发育最好 现在时间才17分钟 对啊 根本就不理时间对他的追赶 这个霞鼓之奇是晋升 双方的经济情况 你看南枪现在已经领先造型2000多块 2200块 这个真的是很多了 基本上全场的经济就是给南枪去吃 确实 因为优子很早也就提到了嘛 无论说在中期还是说在后期 SOFT的这个南枪 他都是可以 对于对方的这个 无论说前排和后排 都能打出很高很高的一个输出伤害的 是 威胁很大 就像之前下半区野区的那波团战 如果不是炼金的在场 南枪基本上 首先能够存活吧 其次还有机会能收割的 越是在这种缺乏手长ADC的版本 南枪这种半远程英雄 都能够发挥 看地图上上路的炼金是拼了一下问号 来告诉队友奥恩的一个动向 刚刚奥恩是消失在他们的视野当中了 在出现之后 炼金继续在上路的高地和二塔之间越塔 对 也没有人去管他 因为没有人在现在这个点可以顺利的抓到他 除非你派出四个人 是 实在是跑得太快了 然后咱们看SS这边的一个 嗯 流人技能吧 奥恩算是一个 一个流人技能比较远 但是并不稳定 两边的 哎 这看下就说闪现开 配合雅索进场 但是这边有宝石啊 大招落下来支持三个人 全部两点五秒的无敌 心仪恐怕要死了一丝险 奥恩撞了一下 闪现给一下不够 赵希没有死 但是牛头人已经命丧当场 卧装他一丝险 成就吸血鬼一波 吸血鬼扛了下巴尼塔 回身吸力口血 这是一个红怒心 再配合胜的一个大招 根本死不掉 那军攻现在一个人 也独目难知啊 这个中路的塔 只能够放掉 刚刚这一波 帮PASS的一个进攻 他们应该有想到吧 其实我觉得这一波进攻 正是想到对方 有一个宝石家 就在南枪身边 他选择一个闪现WQ2年 而且他的一个队友 是没有办法跟上瞬间爆发的 我之前开始的时候就提过 他们的队友是没有瞬间爆发的 第一波完完全全秒不掉啊 宝石这个大招落下来也是恰到好处 看这波闪现开 宝石落下来 刀粉只是掉了大概三分之一血左右 奥恩进场的时候全部打起来 吸血鬼似义收割 最后也是极限一个红怒的Q 然后再拉出防御塔的仇恨 对 圣海很求稳地给到他一个大招 其实那个大招即使不给 吸血鬼也死不掉的 对 现在的话 Sneaker他们现在有两个号令之旗了 很击贼啊 有发现 我刚才看到他们有两个号令之旗之后 我再去观察方普拉斯 他们那个小兵去之旗情况 嗯 小兵去之旗现在没了 没有 没了 在都用完之后再去多出一个 是 而不像上一局 上一局基本上是SS四个人 第一剑直接裸号令之旗 对 基本上十来分钟就是四个了 那现在SS是拿掉了中一塔 也是他们这场比赛的第一座塔 确实SS开团的欲望过于强了一些 自己其他输出点 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跟上的 龙王在这个时间节点 面对一些冲脸的阵容啊 很难发挥 他真的没有办法 对 很难发挥 吸血鬼这个英雄可以稳定地提供AP伤害 而且越到后期他越猛 再加上一个蓝枪 配合一个辅助的宝石 在中路疯狂地发育 这方法打到现在为止的话 虽然说他们前中期能够让自己的中野 找一些节奏 但我觉得下路那一波 送给吸血鬼五百块的那个大人头 是Snake开始打起反击号角的一个 就是一个让方法是一个重大的失误 对 就是SS被针对最惨的那个点 让他一口回了起来 对 蓄了一口大咪 对 本来感觉这场比赛 就可能在30分钟之前都与锅锅无关呢 嗯 然后南枪恐怕前期的弹子会越来越重 因为吸血鬼被压制得太惨 这个全村人民的希望 就寄托在南枪一个人身上了 对 而且上路的念经没人管 念经已经在10分钟的时候 就高地塔和二塔之间开始断线了 对 所以在吸血鬼这波收割之后 就方普拉茨只能眼睁睁地看到 他们前期针对最惨的那个人 斩获了一波厮杀 那这样的话在20多分钟 南枪和吸血鬼正是他们爆发的时候 下一波团战方普拉茨就不太好接了 或者说方普拉茨他们把自己作为一个后手点 是不是还有打头 因为上一场就是上一波团战 还是由方普拉茨太急躁地去开团 他们这个阵容打到后期的话 伤害是完全和Snake没有办法比的 我就说现阶段如果他们去尝试后手开团 后手反打 就是让Snake承担一个先手 是不是还有反击的一个机会 但Snake可能他打得很聪明 我不开团 我就一直发育获取野区的资源 然后慢慢地推你的塔 造成一个以多打扫的局面 而且他们有一个吸血鬼这个点 后期的一个保障 所以他们并不会担心自己后期的能力不足 所以他们应该不会太盲目地利用奥恩这种强行去开团 是 方帕茨 反观方帕茨这边他们是有点着急的 你看现在直接一个大招开团 宝石 宝石有大招 就在塔下落下来了 你三个人一套技能交完之后 我宝石还有半血 而且慎还给他补了一个大招 对 慎的一个大 宝石一个大 蓝枪这个时候再来到中路清线 你拿我怎么办 你没有任何办法 这个位置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配合一下 保持一个控制 看一下 强行牙索想进场 但是第一个Q没能说到 反而自己的血量不足 最后一点点血身上有个引燃 还是烫死了 有蝴蝶斩获他的人头 奥恩这波也进场了 宝石这个时候也进场了 打过来 哇 赵兴也随自己的队友而去 这波越塔太深了呀 宝石真的是一点都不着急 着急的是方帕茨 直接铺大龙 直接铺大龙 在方帕茨没有打野的情况下 先是排视野 排视野 还是要动 两个人在草丛敦服 是郭郭和弗兰德 练进的话 这场比赛和上场比赛不一样 上场比赛可以让圣诚哥出的是一个 三速写 他是选择一个血阴险 速度倒不快 但是蓝四方这几个人过来骚扰 不消耗 关键是没什么消耗 对 这点最重要 我不怕你在这个点强行过来抢 而且你是没有打野的 还有一个宝石的群体夹血 龙王过来 先是逼出郭郭的一个血池 郭郭到外围 看一下两千多的一个血线 冯四方表示 先要去斩一个牛头 牛头一丝血 郭郭这波开出自己的一个精神 但是脚下有一个炼金的毒 应该自己也要死之灵 被牛头人手输戈 但是南枪在战场中屹立不倒 而且这一波他们是一个一换二汗 拿掉了这一条大龙 这波拿下大龙 同时自己也只是付出了郭郭一个人的代价 那个这波大赚也是把经济领先 拉开到了4000块 再看看这波 这一波团战来看的话 其实在炼金要进大龙坑的时候 我有担心一下他们现在这四个人的局面 但是你看 他这个嘲讽很关键 他这个嘲讽直接嘲讽到两个人 让炼金没有办法在大龙坑内到处的走 来铺自己的毒 对 最后郭郭是在毒上 然后开了一个精神 最后就被牛头人所收割了 对 被点燃烫死 600块给到牛头 这其实对于方布拉斯 也是一个 非常不好的消息 对 那现在四个人有着龙buff 而且两个人身上有号令之奇的 开始由Snake展开推进 郭郭爷爷这一场比赛的出装很稳健 其实一般的C位吸血鬼 在下路的时候都会选择一个帽子 在一个法球这样的一个出装 他是选择第二个大剑直接做出一个中央 对 第一剑是先出了一个宝珠 对 宝珠这个装备 虽然说现在在职业赛场选择不是那么的多 但是他跟吸血鬼还是比较契合的 非常的契合 开启之后可以加法枪 可以加移动速度 正好也都是很适合吸血鬼的装备 开始由Snake展开了一波一三一的分线 三个人在中路 两个人在边线 都是可以给到小兵大龙buff的一个加持 而方plus面对这种推进啊 不太好分兵防守的 圣给到了一个大招 是给到了开启金身的一个帆舵 保护了他 下路就算吹起来 现在羊腿没有大招了 念经是抓到了一个对方人员不在一起的情况 直接一个背回来 但是伤害不够 反正赵姓自己吃了一个嘲讽 带朋友宝石 逼出了新衣的一个金身 这波吸血鬼也想尝试进场 最后赵姓是一丝血拉开 来呼叫队友闻一下闻一下 先把这个塔推掉了 然后中路再继续由南枪去带 有一个大龙buff的情况下 中路高地塔和下路高地塔 应该会同时掉 雅所这波大招还没有CD完成的 所以即使配合牛头 也没有办法让雅所再度进场 南枪这个位置不好 逼出宝石一个大招 南枪被盗了一个墟 这波保持大招没能保护到他 这波南枪显得有一点点失误 雅所先盯上一个Mestro 同时吸血鬼一次剪 又被三个人锁定上 这波SS又浪了 雅所砍下一个triple kill 而且有波反推的机会 这波宝石的大招没有能保护到南枪 还是SOFT感觉浪了一些 就是浪了 就是浪了 打得太激进了 对 在中下都只破了高地塔 没有危机水晶的情况下 稍微走位靠前了一些 是 这一波的话 也只能够拿一下人头 然后把经济稍微的拉回来一点 地图的资源的话 现在主要的资源还没有刷新 再拿下防御塔 把经济给稍微的拉回来一些 是的 而且蓝色帮这边也出了浩灵之旗 是由 上单的炼金所出的 浩灵之旗的数量是1比2 拿到了中路的两座防御塔 经济有一个很大的回复 看一下SOFT这波 在推到防御塔之后稍微现了 你看他的这个E技能 有一个释放角度 嗯 他的E技能应该是想躲过龙王的Q技能 但是抑在抑的过程中 已经被Q晕到了 对 而且这个时候 想要进场帮忙的吸血鬼 被牛头连起来之后 直接在原地今生 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对 本身已经少人了 所以Zofan他的刚才这个异技能 虽然是想躲 但是确实也比较激进了 咱们换个角度想 如果他往斜后方去抑的话 可能更加的稳妥一些 对 消防现在应该 还是需要把春哥这件装备 给补出来 火炮会留在最后一件 宝石是出了一个金克的聚合 所以他跟南枪站在一起的时候 会有一个连接的状态在脚下 金克的聚合 就是当自己两个人 处于连接状态的时候 辅助的那一方 开启自己的大招之后 会在身边产生一个减速场 让自己的C位队友 在攻击对手的时候 可以产生一个点燃的效果 点燃的魔法伤害 南枪配合宝石也是成功地拿下这条土龙 两条火龙一条土龙 Snake这一盘的小龙也是控得很到位的 经济上的话也是那一千个六千五百块 刚刚一波失误也是会让 Snake在下一次推进的时候 会更为的谨慎 是 下一波是亚索有复活甲 吸血鬼有帽子 两边也都有一战之力吧 我还以为骚讽他会出春歌 结果他掏出了一把无尽 一把黄叉加上一把绿叉 再翻倍一下无尽 暴击已经百分之百了现在 还是对他不是太了解 我以为他会稍微的稳一下 稍微稳一手对 但可能 这个太凶了 他这个出装 因为宝石的大招和圣的大招不出意外 都是要完全套给他 18几 他这个伤害有点恐怖啊 18几的南枪 30分钟 差不多一个六神装的一个南枪 因为吸血鬼他有一个血池有金身 两手自保能力 不需要队友去救他 看一下 弗兰多有一个落单 伤害有点不够 这个时候看TP下来 招心也在侧一个意见 TP是取消了 那也是成功让弗兰多能够逃生 对 TP是锅锅的 对 救了弗兰多一下 同时红四方几个人一起转线到 上半区野区 想做尝试的敦服 因为蓝四方会分人去救上路的二塔的 所以他们红四方在野区敦服 想尝试去来抓一下过路的人 但是方弗兰多这边也是比较谨慎啊 是没有从自己蓝buff野区去过的 大龙还有十秒钟刷新 现在红四方的Snaker 已经把大龙附近的视野给排干净了 他们这套阵容呢 因为缺乏一个传统AD的存在 只有一个男枪 所以其实打大龙不是那么的快 只有两个人可以对大龙的输出很快的 男枪和吸血鬼 这个一个眼看到了对方上单的个位置 但正面的话 你又这个大招还是被晕到了 伤害没有打出来 那这一波他的大招释放之后 下一波怎么办 弗兰多直接强行的E技能去开团了 压索一个风没有能刮到人 弗兰多开了起自己的一个精神 宝石这个时候还没有放大招了 先开出了一个鸟盾 结果一口红度 先吸了下赵信 赵信被这个圣所粘上 这个点燃应该烫不死 但是补了一个大招 稍微偏了一点点 圣应该在等一个自己的E技能CD 圣看看有没有闪现 闪现有闪现 闪现大招 这个大招 看一下有没有队友可以给他护盾 没有 直接死了 那打野死了之后 Snake可以顺利的 可以顺利的在大龙坑内 不管是埋伏还是打大龙 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而且这一波牛头没有大招 他也不敢太贸然的进场WQ 这波是牛头是没大招 但是红四方的吸血鬼也是没有大招 依旧是弗兰多做一个断后 领挤的肉身去扛住 男强的秒龙 打大龙速度太快了 刚才我还在想 就是红四方因为他的输入点位比较少 男强和吸血鬼只有两个人 所以我当时做出的预判是 他们打得我没有那么的快 但是 目前看 我们忽略了男强的这个装备 对 这男强 他这个装备 有神装 423刀 32分钟 33分钟 这有点恐怖了 43分钟这个装备其实都不为过 对 对 他33分钟逃出这些 可以看到两场比赛 Snake他们的套路都是比较接近的 双辅助 然后搭配一个双C 一个是中路跟着辅助 再一个是下路跟着辅助 然后的话 就算你对方来持续地 对我的一个人员进行干渴 但我另外一个C 加上一个辅助 我就纹丝不动 我就不理自己的队友 就埋头发育 对 看一下 现在在野区肆无忌惮 宝石圣都跟他站在一起 根本就奈何不了这个纯爷们 又是晋升了一个意大利炮 意大利炮现在开始喷这个水晶 很快就可以围攻掉了 而且方法他们这五个英雄 手都很短啊 下路 亚索现在复活甲 还是没有掉的 下路继续推 这个水晶依旧是有大炮车 再次轻松地拿掉 蓝色王不太好抵抗了 现在蓝色王退守 顺翔哥依旧在下方 有点想开团的意思 龙王先是晕住了一个吸血鬼 但南枪在侧翼 又是一个大波罗 但是被亚索的封强挡掉 南枪这个大招 没能打出伤害 但是奥运这波开团应该还不错 保持已经先开大招了 这波想越打 这四个人的大招 在吸血鬼的一个强行进场 一个W加EQ 打出了全顿的伤害配合 南枪 南枪在战场中已经无敌了呀 这波还想去堵下水圈 最后南枪一发普攻 将这场比赛终结 我们恭喜Snake 在自己的重庆出场 拿到本次夏季赛的首胜 这场比赛打完 我终于能理解为什么 为什么 赫里斯敢说 因为我没有骚粉 因为我没有骚粉 对 太强了 太强了 他这个套路真的 真的 真的 因为有骚粉 上两个辅助都没有关系 同时我们要把掌声 给到远道而来的FUN PLUS 这是他们 这个夏季赛的第一场比赛 远道而来重庆 确实在路途中 就付出了一些的辛苦 再次把掌声 送给FUN PLUS FENIX 同时 那今天的胜者 就是今天的 坐镇主场的Snake 他们确实 利用糟粪 利用整个团队的整体性 让重庆 让重庆主场 再度雄起 恭喜他们 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场 非常精彩的教学 真的是非常精彩的教学 没错 第一场 四个号令之起 对 对对方 双C都是AP的情况 对 四个号令之起 一个铁男 控了四条龙 强行地打兵线运营 哪怕在团战打不过的情况下 又利用圣强哥的一波零性的TP 将比赛给终结 而这场比赛 完完全全就是以南枪为核心 去舰队 去执行 南枪不负重欧 全场输出最高 19600的伤害 而另一边 龙王和炼金 虽然也不错了 但是呢 比起 南枪以及吸血鬼 在团战中造成的混乱 以及伤害 以及收割能力 他们都远远不如了 对 关键是 斯内克他这两手辅助 圣加宝石 对自己C位的保护太大了 没错 吸血鬼 一个血池 一个金身 完完全全可以自保 圣和宝石 就把自己的大招 看着南枪就可以了 我看你什么时候有危险 我套给你 完事儿 虽然说 SSG盘确实也有失误在 就是操本想用自己的异技能 但是他朝着是一个 侧前方去异 然后想躲龙王的Q技能 没能去躲过 同时自己 异上前的同时 又被留在原地 那一波宝石大招 硬没能成功地落下来 导致Fung Plus 其实是有一度地扳回的 但是还是吃亏于阵容 那一波的话 其实是有让雅索 拿到三个人头 把自己给补给一下 但整体的团队的境界 差距还是没有能够缩小 还是Snake一路遥遥领先 最后一波团队就可以看到 他们依靠一个 辅助宝石的大招 加一个圣 直接疯狂地保南枪 那吸血鬼的话 就让他在侧翼 打自己的一个LOE伤害 有精神 有W就不用管他 没错 非常可以说是碾压性地 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是的 就是Fung Plus 他们能开团吗 能 他们有不少的一个 开团的手段 雅索配合着牛头 几次三番可以去进场 但是有着肾 有着宝石的保护 让他们这一波流的时候 秒不掉任何一个人 尤其是秒不掉男枪 吸血鬼 还有双重的自我保护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没有办法伤害到 SS为数不多的 只有两个C位 两个C位 你动其一都动不了 所以Fung Plus就只能将 这场的胜利攻守让人了 所以感觉这场比赛 确实如幼子所说 我觉得这第一场第二场 都会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学到了在当前的版本中 如何恰到好处地 利用到版本的一个特性 获取到比赛的一个胜利 其实第二场比赛 在Snake他们前面 三手的一个选人情况 已经暴露了自己 就百分之百是一个 双C搭配双辅助的 那在第二轮的 第二场比赛的 第二轮班人的情况下 只是我觉得Fung Plus 他们在班人上 最后一手是有一点 可以打一个问号的 贾克斯 对 可以打一个问号 因为对方的阵容 已经那么明显的情况下 他们是应该要想到 对方还会继续沿用 第一场比赛的一个阵容 应该要想到 搬掉那些 就是对C位保护性 非常强的一个辅助 就是如果能搬掉一些 功能性的人 可能更加的会好一些 确实 这场比赛呢 那看一下MVP吧 会不会给到Sofen 我就这一个疑问了 就肯定 我觉得肯定是给到Sofen 以它为舰队核心 为输出的核心 那自然给到它 也是不足为奇了 这场比赛 Sofen也是供给了 全场的最高输出 应该是19600的高额输出 不负重握 伤害战比达到了 惊人的31.7% 同时因为有 船员们被动的存在 乘伤战比 也是达到了 接近24%的能打能扛 唯有难枪 好了 那欢迎回来 这场MVP不出意外的 落到了Sofen的头上 确实我是觉得 这场MVP不仅是要 颁给Sofen 更是对于Snake 这整个体系运营胜利的 一个很大的嘉奖 是 确实 他们整个 无论说是第一场 奥拉夫发挥 他的个体发挥 可能没有那么的亮眼 但是他们因为整体 是着眼于运营 着眼于兵线 所以四个号令之旗 配合铁男的控制 四条小龙 是把那场比赛给盘活 其实我觉得 FUN PLUS第一场比赛 真的很可惜 很可惜 他们最后 他们输 是 真的是因为 自己家的打野在野区 那一波太自信的 一个走位 被对方抓到了 然后刚好 队友在身边 他们是不是 站在同一个位置 而是 就是不露娃旧爷爷 一个一个送 没错 那这场比赛 再次恭喜Snake 咱们有请主持人 进行采访环件 好的 欢迎来到三个采访 恭喜Snake 赢下了今天的比赛 现在我们请到了辅助蝴蝶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今天我是充当那个ADC配 ADC配 我们的蝴蝶 对吧 那么今天就是 我就是Snake的ADC蝴蝶 好 那我重新介绍一下 我们请到了Snake的ADC蝴蝶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Snake的ADC蝴蝶 今天的阵容 真的非常非常的有趣 大家看到这个 就是我们的首发阵容的时候 肯定都非常的惊讶 那竟然使用了双辅助的阵容 是为什么会这样选择呢 就是因为就是训练赛嘛 训练赛很多就是感觉这个还不错 就是感觉能赢 比之前就是正常的阵容 赢的几率高 所以说用了这个阵容 所以也是在训练赛当中用得不错 那么除了你之外呢 现在队里是来了一位新的肖副主 我们的Mastro 觉得他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跟队内的配合和磨合怎么样 反正期待的反正还挺好的吧 反正要继续努力 反正不要骄傲吧 同样我也是辅助除了今天 所以说还是要他继续努力 来自我们老大哥的主妇 要继续努力不能骄傲 那么因为我们通常看到的下路可能比较常规 就是ADC加上辅助这样的组合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五个胸贵上场 你觉得现在这样打比赛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样打比赛的话呢 这样打比赛我感觉分了好几个 就是像老大一号二号三号 像我和那个新辅助 那都属于那个四五号位置的 所以说很有趣吧 所以我刚刚在后台也听到了 教练说你们俩前妻怎么拿了那么多人 但是还好还是打得非常的不错的 那么第四个问题要问到 因为最近这种套路是非常多的 包括LCK那边 但是使用的效果并不算特别好 但是今天Snake两场套路都赢下来了 你觉得要用这种套路去赢比赛的关键在哪 要五个人沟通特别好吧 哪一个关键都不能出错 如果前期出错了的话 我们会很难进行就是接下来的比赛的 所以说要五个人都齐心 然后前期拿到优势 好的 那么接下来就来到我们战马支持的 粉丝心愿单的环节 这位来自黑色玫瑰的 用一生去守护你的这位朋友说 蝴蝶我想听你对我表白 来了 就是这是我的手背 这是我的脚背 然后我要用一生给你 不是应该是你是我的小宝贝吗 对 再来一遍 NG 要带感情 好的 好 这是我的手背 这是我的脚背 你是我的小宝贝 哈哈哈 这是土味情况 我们这个用一生去守护你这位朋友 收到了吗 好的 那也是谢谢蝴蝶来到我们赛后采访 再次恭喜Snake 迎下今天的比赛 各位小伙伴们回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的 现在我们把镜头交换给解册齐 好的 谢谢ADC位置的蝴蝶 也谢谢主持人小月的精彩采访 确实如蝴蝶所说 我觉得很关键 就是在这种阵容的体系下 一定要沟通非常良好 缺一环不可 对 而且他刚刚也说到 就主持人说到 他们在第一场比赛之后的话 就是他们教练有说 为什么你辅助拿这么多人头 没错 那今天的比赛大家也看得很辛苦了 赶紧看一下今天的赛果如何 在上海正大的5点钟的比赛 VG1比2赋予了苏宁Gaming 然后在重庆主场的Snake坐镇珠上 是拿下了本赛季的首胜 战胜了前来挑战的FUNPLUS Phoenix 分组排名的情况下 咱们看看FUNPLUS Phoenix今天的首战是落败了 所以他现在暂时跟Top并列在最后的第六位 是以一副开局 然后Snake现在是高居西部的第二 第三 第三 那看一下明天又有怎样的比赛在等待着大家呢 明天的话在下午的2点钟 杭州老干爹的主场 将由杭州的一个老干爹来对阵苏宁Gaming 那明天的话在成都的主场 17点将会由OMG来对阵RW 那场比赛也是由幼子和我为大家带来评论席的 那最后我在晚上7点钟 在WE的西安主场将迎来前来挑战的Top战队 看一下下一场在重庆主场Snake 又将迎来哪位对手呢 是RW霞盗勇士 在6月22号也祝两支战队好运 好的那今天的比赛呢到此就已经告一段落了 也非常感谢在现场的500位粉丝观众们的支持加油 由你们的支持才让今天的比赛 因为进行的比较晚嘛 对 我觉得现场真的观众 他们能够等那么久时间的耐心一个等动 然后的话在最后的时候还能够那么欢呼 为自己喜欢的战队加油 他们真的今天太辛苦了 没错那6月22号的下一场重庆主场的比赛 大家一定不要错过继续在现场 以及在屏幕前给到重庆的Snake 以及前来挑战的RW更多的支持 那咱们今天的直播就告一段落了 我是王多多 我是幼子 咱们明天再见